波浪 咱們都是無名的影響 寶寶是憤怒的萬聖獎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有看到門那麼高的嗎 這個門其實事實上門只有這裡 我們就修了啦 這邊有沒有 這邊是沒有剪接點的 我們裡面有做了幾個位置是無剪接點 其實片子你會感覺上幾個地方是沒有剪接點 這裡到下一幕沒有剪接點喔 其實現場拍的時候是已經我們請裴哥丟 同步間有一個工作人員在旁邊丟 裴哥一丟出去另外一個牌直接蓋住鏡頭 那為了要去做那個沒有剪接點 我們現場帶了一部大電腦去 然後呢我們在同步間就是邊拍邊對位置 然後連那個運鏡的速度都要對得上 所以可能這個人的背到了哪裡的時候 我下一個人的畫面就出現 所以我們在現場就請攝影師對位置 連那個速度都要控制得意 然後我們在現場合畫面 然後合一合畫面 咦對了 那我們再往下 你怎麼會跟攝影師通通 像我們拍MV都會把音樂放在現場 然後讓攝影師乾了 那他不是正常的正常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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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先把音樂拿掉我不讓攝影師能聽到 因為攝影師會變成音樂干擾 對 我就跟攝影師講說 你要去抓到那個眼神 我要的是那個眼神 所以他們其實在現場軌道一直推 我就讓他好好拍 回來我靠 我靠剪接去剪接 風扇沒中喔 風扇壓進去 壓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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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拉出來一次 再拍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說 我必須從滑度上 暈鏡下來 然後接種 那麼多 你看看 光這兩個畫面 那個旋轉速度還可以 就要去合那個線 合到 沒有 沒有 倒了一 你應該是擺平的 有有 等一下 換個鏡頭 這樣子 我覺得 這邊齁 我覺得要酷一點 你是這樣咪 過了以後 丟出去 要不然就這樣子咪 對 不要彈下去 彈起來 因為我是高格 我要看到那個 對 我看到你跟那個牌的空間 那牌在 丟頭毛不是更好嗎 所以他們在現場他會問我 導演你想要我給你什麼表情 烈哥我就說 以你這個角色 不適合這種 看著人是 是斜眼看 也不適合太能 所以你應該的畫面 是很慎重思考的畫面 對 裴哥的感覺 對他就是那種 呃 你想做什麼 我不會讓你得逞 那像孝安他就是一個侍衛 他他的眼神就是篤定 呃 陳沐毅的話 基本上他的表情就是 我要怎麼去 得到我 我在這個政治上的位置 我運籌帷幄的狀態 理性的角色 他其實在那裡面 跟拍的時候 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是一個 就跟你逢場作戲 我得到一點點 籌碼 的感覺 那家葵呢 那家葵喔 李清波給他 給他所有的指令 他要去做很多事情 你看到他的表情 他是很慎重思考 所以家葵我給他一個動作 就是說 你先把牌丟出去 丟出去 然後你 你給自己一個 感覺 那個就是等於 他在做完事情以後 在看局勢的概念 為什麼會想要把 國際小白色 設定了比較 綠色調的 顏色 跟他的光線比較偏暗 本來是要想說 那我們就走 黃色的調性 不要那麼咖啡 照顏色 可是我後來發現 不行 這片子如果你調成那樣的話 它會變成一支紀錄片 後來我想一想 我重新再思考過 一遍 其實這個劇有一些做法 就是說 我們不見得要把它 定成那麼復古 因為 我們的目的是要 讓年輕人來看這個劇 那 這個無關政治的問題 沒有藍綠的問題 藉由我們的 戲劇 然後把這個故事脈絡 延伸下來 然後讓年輕人去 可以了解 當時當時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多元的一個做法 台劇 我覺得這樣做是很棒的 一件事情 那我會把它 定成這個調性的原因 是因為 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的 不確定 對 總統上台 他的位置是不確定的 然後行政院長上任 他是因為算計過 讓他上來的一個位置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不確定的 對 那很多東西都有一種 危險 一種險惡 我那時候就很大膽挑 綠的 加一點藍 讓他呈現一種不確定感 讓年輕人可以覺得說 這個片子 他有接受度 然後 我裡面又加了一點元素 我把反差拉大 就是要讓那個 年代感 產生